音樂 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地方 其實你搞任何的創作都是困難的 我覺得你寫一首歌都很困難 你所有事情都要有審查 所有事情都要跟回政府的路線 那當然是困難的 除非你肯說我寫一些東西 我講一些東西是歌功總得 跟很多其他行業一樣 都會有些東西代替 等於教育一樣 你取消了公民教育 你就用國民教育來代替 你不讓人拍獨立的紀錄片 可能他就拍一些走國家路線的紀錄片 我來代替他 我都不敢說 如果我拿回波蘭的例子 因為波蘭實際都是蘇聯的控制之下 爭了很多年 但是他們就能夠 有些製作人拍了一些片 沒有直接跟政府有什麼衝突 但是他都可以說出一些社會問題 都有的 不過我想波蘭的情況 又跟香港很不同 因為波蘭他們是有一班人 主要是天主教會 教會 是很全傑 覺得他們需要 跟獨裁政權對抗 香港可能就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據我的所思 香港電影和蓬佩 當然是指商業片 劇情片 就是70年代到90年代左右 其實90年代之後 人才都少了 或者很多人去了大陸 所以香港的發展就慢了很多 就是差了 這個是人才 至於台灣會不會發展下去 台灣本身有人才 當然 但是台灣有一段時間 在80年代曾經有一段時間 都做得很好 尤其是藝術電影 例如《學校演》 《德昌》那些作品 都非常之成功 但是一般的商業片 好像香港那些所謂 很賣座的功夫片 動作片 他們就不太行 他們很少做這些事情 至於台灣 他們自己的電影業章是怎樣 我不懂 我想都不容易 因為你始終現在 都是比荷里活的大製作 壟斷著 看過 近年都是看紀錄片 劇情很少 通過一下 有時剛剛看到 如果比起90年代 是不是90年代 80年代初 所謂第五代導演 例如陳凱哥 張藝牛那班 其實是每放 一段落下 可能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大家都只是說錢 當社會只是說錢 不說質素 你當然是最容易入口的東西 例如說食物來說 麥當勞最容易入口 最大造化 最多 大家就全世界做那件事 變成你高質素的東西 其實沒什麼人做 甚至乎是人才方面 都可能是一個問題 因為你第五代導演 很多是他的父母那一代 是有一些學識 他自己都是小時候捱過 去到後期 我想中國很富裕 但是錢就有了 其他東西就沒什麼 變成你要做創作 其實不只是靠錢 其實是靠很多東西 靠你的學樣 如果你不夠的話 其實就沒得做 很難做 首先應該進不了那個比賽 我想第一輪已經淘汰了 我猜會是這樣 如果不是 你的評審很難做 你意思是說 為什麼他會獲獎 我不知道其他評審 雖然大家有開會討論 但是一般來說 我覺得他很好 很有意思 都是這樣說 都是覺得很有價值 最後就是大家投票 都是一般的 是評審做事的程序 香港的導演去台灣 工作的機會是否好些 這個我不敢說 我想這個是視乎 你拍的是紀錄片 還是劇情片 因為劇情片 其實很講究 這個票房很不好 要不然很難拍下去 我懷疑都未必 因為整個台灣商業片的發展 近年都好像是不算特別好 因為都是比河里滋片 或者其他韓國片 就是會搶到市場 香港人如果去那邊拍紀錄片 就看看他拍什麼題材 不過說真的 香港人拍紀錄片的人 說真的又不算很多 有多少人去到台灣 我其實都不知道 可能我最近去過波蘭 或者我看一看波蘭 可能大家都認識這個導演 他也有拍劇情片 劇情片出名 就是奇斯羅夫斯基 大家可能聽過 藍白熊是他拍的 他早年初出動的時候 他主力是拍紀錄片 就算他後來也很成功 他也有拍紀錄片 我是很喜歡他的紀錄片 有很多部 要講一兩部 我先想想 有一部 不好意思我忘了名字 是講七個女人 我們自己和她起了一番名叫七女性 就是講跳芭蕾舞的人 七個不同的時代 從小時候開始學 五六歲 去到十幾歲 最後去到退休 我想好像人生一樣 你最初那時候就很 很有希望 然後你可能到二三十歲 那時候你就光亡四射 然後開始慢慢低沉下來 然後回歸平凡 我覺得這套戲很厲害 就是很簡單的故事 講人的一生 幾乎說我們很多人的一生 不過我想有些人一生 我們一生可能未必會有 在舞台上很燦爛 一刻未必有 但他那個故事裡面就有了 他是一個奇才 其實他真的有奇才 都是因為他 我才對波蘭很有興趣 很想知道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背景 三二一 最新聞